那妳覺得說合適呢 我不知道我還沒有跟他生小孩 我還不曉得耶 像我爸就是一個豬隊友 就是他是會餵小孩子吃這種餅乾啊 甜點的 是因為我已經過了30歲了 然後也會認為為什麼會有女生 一定想要結婚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女生不需要結婚 你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所以就想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我就想要去看這個片 是不是的額頭還好嗎 應該還好吧 因為我其實有一陣子沒跟他見面了耶 因為他都在拍片 就是他只要一拍片我們兩個幾乎都不會見面 然後我也不會管他的幹嘛 然後我也是看新聞才看到說 蛤你額頭有傷 你不是看起來都好好的 對我的印象中他應該都好好的 可是因為他就是受傷都不會這樣 但是他都長那麼大了應該也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但是其實後會長不好 也不會耶 所以你就不好你的生活就好 我屬於比較放生的人 對不對 對 從他下去台中拍戲 到現在我們可能只才見過一兩次面耶 因為我剛好也要馬 然後剛好也要飛 所以我們真的很少見面 那他那邊好像也快下去了 算他 我不知道 他好像說拍兩個月應該快了吧 我也沒有再算他行程 沒有啊 他要煮饅頭 不用煮饅頭 他最好就是去拍啦 他就邀你們去看他媽的老闆 沒有耶 沒有他也沒邀我 就是他做什麼事情都不會這樣 也沒有不要講 因為你們都會報導 你們都會報導 看報導就好 所以像剛提到那時候 我覺得說說有很多人 像我爸就是一個豬隊友 就是他是會餵小孩子吃這種餅乾啊 甜點的 對我所有的豬隊友是身邊 對並不是說我們的另一半 那你覺得說合適嗎 哎呦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跟他生小孩 我還不曉得耶 可是就是我現在進入婚姻 不是我首選 對 也想問那些想進入婚姻的人 就是你們是怎麼想的 所以我就想要看這個片 我就是要結婚 你已經看完了嗎 還沒還沒看 還沒看 我還沒看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在暗示什麼 沒有沒有 我是想想 就是你要拍架了啦 我想看他就是他怎麼想不開 那你身邊有那種人氣沒有勸你 就是千萬不要結婚 很多很多進入婚姻的 都說你不要結婚 可是我就會想問他們說 那你們叫我不要結婚 那你為什麼已經結婚 然後你又生小孩 我覺得你對婚姻完全像 都照信仰般的 絕對阿 不是就是我想 我想知道的是 當你都已經進入婚 婚姻的人了 可是你卻來告訴我說 一定要結婚 可是我相信 當他在結婚前 一定有很多座位的人 也跟他講過這樣的話 那你為什麼你還想要結 就是這就是人 人就這樣嘛 你不去做 你不會知道痛 然後你去做了 你才會知道 這就是人生 原本 對 這就是人生 那你目前就是站在 我國際上比較少 沒有 我應該只想把我自己 顧好的人 也想把我家 我的爸爸顧好 我反而 我覺得結婚 他現在對我來說是個 還蠻沉重的 負擔